好 那就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就繼續幫我尋求KCD的夥伴 然後我就直接先行開始 進行閉幕的部分 那過程當中歡迎你截圖 不用截圖 拍照 然後留下社群媒體努力發 因為有些東西希望你幫我轉發這些東西 好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今年的總招組 Danny 對 那就今年我們總共有 總招組有五位 然後我是三位總招的其中 就五位總招組裡面其中一位成員 然後我是 Danny 對 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今年是跟KCD主辦 然後KCD的夥伴應該還在AU忙 所以我們等等再Cue他上來 那就繼續 在昨天晚上的前夜派對 相信大家應該喝得蠻開心的 也聽說有人喝ㄎㄧㄤ在現場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在現場多努力交流 不用在那邊就是借酒交仇 對 我們就是多交流就好 不用喝到醉 OK 那昨天也不幸的遇到一些大雨 但看起來沒有交襲大家的熱情 我們依然在會場聊得很high 好 那在今天早上報到的部分呢 我們應該都有聽到我們工作人員呼籲你去填寫問卷 那這個問卷到底要幹嘛呢 這個問卷到底要幹嘛呢 這個問卷到底要幹嘛呢 先提醒各位先講一件事情 明天吊台會不一樣 明天有另外一張不同的吊牌 所以如果你是收集控 應該就算你不是收集控 你也可以拿著明天的吊牌 就記得要去跟報道處拿明天的吊牌 好 那回到剛剛的問卷 這個問卷到底要幹嘛 這個Attendee Survey到底在做什麼 相信各位開發者應該都有看過 Segoverport都在填寫那個Attendee Survey 那這個Survey是什麼呢 其實你只要打開那個網址 後面加個report 後面加個report 對 趕快拍照 趕快拍照 趕快發社群媒體 我等等 可以先開一些有趣的數字給各位看 好 那我們就來起爭議了 好 首先就是 目前已收到的有效樣本數來說 應該是800多筆 有800多筆填寫問卷 大家最喜歡的程式語言是Python 那喜歡的這沒什麼好有趣的 我們要看最討厭的 最討厭的程式語言 很意外的不是PHP也不是Java 居然是JavaScript 掌聲鼓勵 好 所以如果要追過JavaScript 趕快去呼籲大家 趕快來填寫這個Attendee Survey 對 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痛恨PHP或Java的話 我沒有立場啦 但是就是趕快努力投票 好 然後接下來繼續最有趣的 應該就是我們的編輯器或IDE了 Visual Studio Code第一名 很好很好 對 自己喜歡的自己要掌聲啊 VIM第二名 但是那個EMEX的朋友們 要加油一下好不好 現在只有八位使用EMEX 努力一下 呼籲EMEX的朋友們 來填寫這個Attendee Survey 然後Atom也下去了 欸 不好意思 連Nano都贏過EMEX Nano都贏過EMEX 好不好 請加油一下 這個不太OK好不好 請努力多填寫好不好 然後作業系統我也蠻意外的 第一名居然是MacOS 不是 Ubuntu 不是Ninx系列 當然Ninx加起來 可能超過MacOS啦 好 那總之這個report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看 一些有趣的資料 然後還有一個蠻有趣的東西 應該就是 大家年薪多少 那當然我們是以區間去詢問的啦 那你可以看到 欸 其實 兩百萬以上的其實也是不少 對 那就是 歡迎大家這邊匿名填寫嘛 給大家看一下RAWDATA 我可以很勇敢的給大家看一下RAWDATA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完全沒有記錄任何的個資 所以你可以安心填寫 我們真的沒有記錄下你的任何個資 雖然在前面你填了暱稱 你填了 填了email 但其實在最後整合的RAWDATA這邊 其實我們都並沒有留下這些東西 OK 所以這邊 訂閱電子報VIPO 只有一個欄位留在這裡 其實你的email沒有了下來 對 然後目前總共累積回來的是 一千多筆的資料 一千兩百八十一筆 對 那總之就是安心填寫 你的薪資這裡填了沒有人會知道 對 好 那繼續 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今天晚上接下來 可能有些社群會辦一些BOF活動 那就 欸 對不起我網址忘記改 那我們就偷看網站 我們從這裡開始 對 回到網站 就是這邊 BOF在明天白天的時間 以及今天晚上 都會有一些社群 有舉辦BOF的活動 那在TR那邊的hacking room 也都持續有活動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揪團 或是找人一起參加BOF或是一些社群聚會 都不要錯過這一個連結 好 不要錯過這連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閃電秀 閃電秀也還持續在報名 所以在TR214外面 就明天白天的時間 如果你有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題 三分鐘內你講得完 就趕快去報名Lighting Talk 好 然後接著是 剛剛填完那個attended survey 其實你會拿到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呢 可以拿到 拿來參與大地遊戲 那總共28個攤位 你在攤位獲得的點數 都可以折抵一元 那這折領議員 你就可以拿來買大會的紀念品 今年大會紀念品有很多很漂亮 很精美的小禮品 對 那可以讓你留作紀念 或是掛在身上 證明你參加過今年的Code's Cup 對 都歡迎大家來收集 來購買今年的大會紀念品 好 那接著是呼籲大家 記得努力去申請OSV Pass 這一個福利 OSV Pass是一個由 開放文化基金會發起的計畫 那他就是讓各conference 都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來讓更多的開源貢獻者們 提供這些開源貢獻者們 提供這些開源貢獻者們更多的福利 那在我們的Code's Cup呢 我們提供了形象照這樣的福利 所以如果你是 OSV Pass申請通過的人 你可以來 我們這邊幫你拍一張形象照 那這個形象照 你可以用在未來你的任何演講 你個人Facebook Profile 或任何的地方的 Avatar都可以拿來做使用 然後以及我們有提供淡溪咖啡 那淡溪咖啡 如果各位想要購買也是可以 但如果你這一年內 有開源貢獻 請別忘記去申請OSV Pass 你只要Google search OSV Pass 你就可以看到相關的專案申請頁面 那他的門檻真的沒有那麼高 他真的很好申請 所以只要你有發issue 發PR 任何你有做過的開源貢獻 都可以考慮去試試看 去申請看看 請努力申請這一個機會 那今年我們的行政組夥伴 也做了蠻多有趣的嘗試 我們很多時候去國外參加一些conference 他們都很chill 在那邊度假 在那邊休閒 可是台灣人都很認真的在上課 我們覺得這個氛圍不太對 所以今年就弄了一些紅酒瑜伽 冥想陣列跟按摩小站 那也感謝這些單位一起出席 然後一起來幫助我們來完成這個活動 那各位如果明天有興趣的話 也不要忘記明天都還有這個機會 那這個詳細的資訊呢 一樣在網站這裡 療癒四集 這邊可以點進去 你能夠看到療癒四集的相關資訊 那有些東西需要報名 也不要忘記先去志工服務台那邊完成報名 好 那接著 對不起被你看到小超 欸欸為什麼這會播出來 他有隱藏 好那接著就是我們進入這一趴之前 我們先交給小飛機 就是我們今天KCD的夥伴 就是 由KCD的夥伴 跟我們大家說說話 大家好 我是小飛機 那今天非常感謝這個 今年跟很有榮幸跟CostCup合辦的這個 本屆的CostCup的活動 2022年 那其實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說 其實 在台灣有一個社群專門就是在專看 雲圓聲相關的技術 那裡面有很多 很技術阿仔 都會集在那邊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跟國際這種 也不是國際就是說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相當 international 大家今天看這個議程 就很可以清楚理解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不單只是台灣的獎者 可以去做一些 contribution 可能我們可以 invite一些國外獎者去做一些參與 那我們相信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相互交流 就各個國家的這樣相互交流 能盡可能促進說整個在這個技術領域上來講 比較好去做這個跨國的engagement 就是希望說人去米評說 大家可能以前可能看這個技術 可能國外跑得很快 可是台灣好像因為語言隔閡 還是怎麼樣資訊的不發達導致比較慢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社群 能盡可能的去 去米評這樣子的一個gap 好 講那麼多了 我就下面也不廢話 希望說大家如果對 cloud native CNCF 或者是說 你就是一個技術阿仔 你想要有一票牛冷 想跟你一起做一些技術的討論的話 歡迎參加這個的社群 那我們每一個月 都會有這樣子me up的活動 持續去做舉辦 那也謝謝大家 今年這樣子的一個參與 欸 講得好像是 對 謝謝大家 好 那就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調查可以持續填寫 它到年會後還可以繼續填寫 我們會持續一小段時間 然後之後會公開來對所有的大家公佈這件事情 好 那就不免俗的還是需要來感謝一下單注昌 首先就是泰晶級的資料申請小幫手 以及Blacktoe 然後 鑽石級的5G產業創新發展聯盟開源系統 軟體 SIG 以及 黃金級 玉山銀行 shopline apier seamoney foodpanda 還有接著是 建廠實驗室 起點科技 新加坡商泰坦科技 Sci-Fi 然後 berry AI 以及白銀級贊助商 Gamesofa 然後 以及青銅級的 幼神研究基金會 還有 呃 西式亞洲有限公司 然後以及Microsoft 對 我要看小超 因為我們單位真的太多了 然後再來 好朋友集市 The Linux Foundation The FreeBSD Foundation 然後還有 我們的碧維集團的 立德國際商品檢驗有限公司 跟Collabora 還有我們協辦單位 有開放文化基金會 跟台科大的電子工程系 以及 特別感謝iChef HackMD 還有 我們的 三輪行動 咖啡氣泡飲 百變塊貼紙 跟我們的葡萄酒 呃 尋酒師葡萄酒 然後 陳湘瑜心理師 跟醫電基金會 對 就如果明天有這些 療癒師集的這些東西 也不要忘記過去 好 那就 再提醒大家 明天贊助商們 在中午12點 這個地方 一樣有現場的真材活動 所以如果你在找工作 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 你可以現場 面對那些贊助商 然後問問他 工作相關的一些問題 跟內容 那我們要感謝 以上的這些個人贊助的贊助者們 對 如果這幾天的Cost Cup 對你來說是有收穫 有幫助 你很認同我們在做的事情 也不要忘記 個人贊助也是持續在進行當中的 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去進行個人贊助 那你一樣可以在明天的大會攤位結束之前 獲得大禮包 對就是在 呃 我們的紀念品們 一些福利們 就是在大禮包裡面會有 對那歡迎大家持續的個人贊助 那就謝謝大家 那我們明天見 本來Danny講完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補充念什麼 但他講的實在是太精彩了 我幾乎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那我最後小小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OCFV PASS是一個 每年都會RENEW的活動 所以就是 如果你今年就是申請了 別忘記明年就是有持續貢獻的話 要記得再申請一次 因為像我今年就忘記申請 對那就期待明天可以看到大家 還有期待大家就是 剛才Danny說那個report網址分享起來 調查表填起來 好大家明天見 拜拜